112年花蓮市长杯羽球锦标赛 从28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宜昌国中体育馆盛大举行 也吸引到全国许多热爱羽球运动的选手来报名参加 112年花蓮市市长杯羽球锦标赛 从28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宜昌国中体育馆盛大举行 吸引到全国许多热爱羽球运动的选手 纷纷到场羽球会友 而赛事范围社会组及学生组 共即将近有500人报名参赛 市长很重视运动 那我们也经过体育会 那以市公所的敬佩 来挹注这次的市长杯 那我们代表会也非常支持体育的各项运动 也希望说未来在各个单项 我们都能够举办这样的赛事 那也要非常感谢华林市民代表会 从李正伟主席 黄大翔副主席 以及所有的代表的支持 那其实我们代表也非常热爱运动 不管是黄大翔副主席在羽球 或者是说李正伟主席在篮球 或者是蒋芒法代表在我们桌球 还有我们谢怡萱代表 也是各项的活动都有参与 那也要谢谢 再次的谢谢我们代表会 以及我们今天的承办单位 那未来也希望 我们在体育的这个部分 能够举办更多各项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都能够来参与 市长维嘉燕在29号上午 除了专程前往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也拿起球拍小式伸手为活动开球 期盼透过赛事的举办 培养市民运动习惯 进而带动体育风气 并发掘出更多有潜能的羽球好手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道